白天 这有个坏人 很开心啊 因为我很久没有接触到 这么活泼的一个角色了 兵不厌仗 要进去 走 今天还是S71 3 2 1 开始 你不能笑我 你笑我就开始笑我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喜欢碎碎面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这有上好的白话家 下一架 是一个比较搞笑的担当 有跟导演商量过 爱吃零食 我就跟导演说 你就在现场多备一点零食 吃吃喝喝 我觉得挺可爱的 这样说完了吗 吃吃吃吃吃 总的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阳光 非常积极 心中有爱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他的爱呢 是从感受爱 学习爱到领悟爱 到最后知道怎么去爱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洪洪对于岳出来说 是一个启蒙者 他是救了岳出嘛 岳出也一直记着这件事 把他放在心底 到最后 两人一起 并肩作战一起 升级打怪 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 我来告诉你 东方姐爱的努力吧 最打动我的是 岳出《涛心》 《东方灵险》 《经典名场面》 我们拍摄也是 还原了这场戏 前期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个 开开心心的状态 到了后面大战 大家也都紧张起来了 我一定将此时查清 给所有死去的人 一个交代 他是 心中有大爱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东方月初》 他是有个成长的过程 有人物弧现的 这么一个角色 大家期待一下吧